Hello大家好,我是雅克 MAXON是專為動畫設計、遊戲、可視化、電影、動作設計和數位藝術家所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 在這一季當中,MAXON完成了現階段產品的收購 包含SIMA4D、Redshift、Redjoint、Universe、Portrait和ZBrush 這些都包含在MAXON的裡面 他們也公布了2022年尊計產品的升級 有一系列的新功能和增強 在S26版本當中,Redshift已經緊密的配合SIMA4D原生的設計 所以你在主選單上面是看不到Redshift的選單 目前他們開發了CPU版本 提供給有一部分用戶以CPU為主 對開發了一個兼容性更好的渲染器 目前MAXON也正在積極的開發當中 未來也支援AMD的顯示卡 只Redshift不會再受到硬體的限制 而且通用性會更高 如果要在這個版本當中使用Redshift的話 可以到渲染設置裡面 在渲染器當中 我們原本的Standard可以切換成Redshift 當我們選擇Redshift作為我們的渲染器的時候 可以發現剛剛的布局界面跳動了一下 目前SIMA4D的介面會根據我們選擇的渲染器 來去做動態的調整 當我們選擇不同的渲染器的時候 它就會跳出不同的選單和功能 我新建一個燈光 燈光就會變為Redshift的屬性 環境也是一樣 這時如果我要使用即時渲染的話 我們就可以到上方的Redshift選單 點擊STAR IPR 這樣子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目前Redshift的版本為3.5版本 在這個版本當中開始支援了CPU做運算 我們可以到左上角的Edit 點擊設置 在這個設置的裡面我們找到Render Redshift 在這個選單裡面 Redshift會幫我列出我們現在擁有的硬體設備 你可以透過勾選的方式去啟動這個硬體去幫你做運算 你可以單獨的使用CPU去做運算 或是單獨的使用GPU去做運算 或是你可以把兩個都勾起來做混合的運算 值得一提的是 未來Sigma4D默認的渲染器會漸漸的變為Redshift 開發CPU版本提供一個通用的版本 因為有一大部分的用戶還是以CPU為主 所以他們開發了一個兼容性更好的渲染器 在這裡要注意的是 內置的Sigma4D Redshift目前只支援CPU的運算 如果你的Redshift想要使用GPU的運算 就必須另外購買Redshift的授權 如果你是只有購買Sigma4D的用戶也不用擔心 內置的Redshift有完整的功能 包含燈光、材質、渲染等等的 也支援了TeamRender團隊渲染 在還沒有意願購買GPU的授權之前 你可以先使用CPU的來試試看 Redshift渲染器增強的部分 現在在預覽視窗當中的紋理、凹凸、反射、粗糙度、貼圖大小等等的 都比以往的來的精確 你甚至可以不用進行即時渲染 就可以越略的看出這張貼圖 在這個模型上大小是否吻合 Redshift推出了新的RS標準材質 我們可以到上方的材質求管理器 點擊Create 找到Redshift Materials 在最下方多了一個Standard 我們將它的屬性視窗叫出來 可以看到目前這個新的標準材質 是以圖程式的方式進行材質的編輯 它將常用的屬性排列在這裡 這樣的操作方式和以往SIMA4D默認的材質調整是一樣的 它把複雜的東西做得更簡單 可以像以前一樣的去編輯材質 並且它分門別類的把材質的屬性做好排列 有更直觀的工作流程 如果你還是習慣使用節點的用戶 可以點擊左下角的Note Edit 在這裡一樣會跳出節點編輯 在這個節點編輯的介面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節點編輯視窗已經改為SIMA4D默認的介面 你可以在這裡點擊加號 新建你要的材質節點 新建完材質節點之後 一樣透過連連看的方式來做使用 如果要編輯材質裡面的屬性 可以到右下角的屬性窗 在這裡可以看到 材質編輯的介面是一樣的 無論是用圖層還是用節點的 它的原理和工作流程的方式是不變的 只是在介面上做了些許的改變 使用方式上做了一個更貼近SIMA4D原生的設計 有助於提升Redshift的性能 在上方的Create Redshift Materials 在第一個Material裡面 這個是屬於Redshift就有的材質編輯 點擊之後我們把它的屬性視窗叫出來 可以看到它在左手邊圖程式清單的排列 和舊版的Redshift材質編輯的選單是一樣的 而在編輯的方式更改為圖程式的方法 裡面的功能和數值調整 都和舊版的Redshift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習慣使用節點編輯的同學 你也可以點擊左下角的Note Edit 如果是從舊版轉換到 新版Redshift的用戶也不用擔心 目前Redshift就有的節點編輯方式還保留著 等你熟悉了習慣的轉換過來也沒關係 我是雅各 謝謝你的收看 趕快幫我點訂閱跟按讚喔 這樣才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